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菜品已经都有了 因为餐厅餐厅好吃是第一位的 满是梦想中的那种这个餐厅的样貌 然后这是我们的外面的院子里的一个餐桌 也是老人们的休息区 大家可以在这里聊聊天啊 这还有钢琴 当然可以随便就可以过来谈一群 但是基本上如果有实际证书的话就 看着这是我们偷偷隐藏的摄像头 就是来记录我们每天发生了什么样不一样的故事 我们的这些老人其实是五位很可爱的 但是容易忘事的 健忘老人 也就是说我们这家餐厅的服务生 其实都是一些有认知障碍的老人 那他们很阳光 很积极面对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餐厅 让这些认知障碍的老人能够重复信心 也希望他们更多的去跟社会接触 多多用脑 也希望来到的顾客能够感受到很多的不一样 说起来信心 我是有的 但说起来是担心 我也是有的 就暂停忘得快 一群老头老太太 要五毛给一块 你说奇怪不奇怪